無論是歡樂還是心碎時刻 東京奧運媒體中心近100名口譯員 用11種語言 日語 英語 法語 西班牙語 德語 俄語 義大利語 阿拉伯語 中文 韓語和葡萄牙語 把運動員的聲音同時傳遞給全球觀眾 東京奧運會首期翻譯波諾馬列夫自己精通七種語言 並瞭解另外四種語言 口譯員們在東京的工作非常繁忙 電纜 屏幕和計算機程序員 將他們的同聲翻譯傳送到網路上 與以往的奧運會不同 所有的同聲翻譯都不在比賽現場 遺憾的是 翻譯們不能看到運動員本人 甚至大約20多名口譯員不在東京 而是在美洲或歐洲深夜工作 通過奧運會的手機應用程序 他們的同聲翻譯及時可得 我覺得它比較有效 不在現場口譯員們的挑戰是真實傳遞出運動員們的喜悅或挫折情緒 波諾馬列夫說 會為運動員加油 或者在他們失敗時同情他們 新韓記者嚴峰 李明迪綜合報導 這些字架起來讓他們感到非常具有效 和歷策在特朗里的阿尼 冠軍《歷策》 文憑詞編 因此詞